杨静芒 结案吧 这案子查不下去了 结案 张学伙 我们刚刚查出点眉目 是不是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我跟老大他们 还准备去那个教堂 搜查证据呢 你别结案呀 搜个屁 教堂已经被他老同学 约翰逊把守住了 别说你们 就我这堂堂寻不防头 我都进不去 这英国老师太不要脸了吧 他们居然包庇汹涌吗 赵老师白死了 正义呢 正义呢 阿六 参长 怎么回事 我刚刚带了几个兄弟 想去教堂转着 想着能有什么 新的线索和发现 可没从想到了那儿 你那老同学约翰逊 你就带着英国士兵 把我堵在门口 说什么教堂是神圣之地 不允许我随便进去查线索 那约翰逊还在呢 他倒是回领事馆了 可留下那么一对 鹤枪实弹的英兵 谁敢惹 老大 这英国老也太过分了 可见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还是无法解开本案的真相 我还是去一趟领事馆吧 管用啊 试试吧 你们坐好进教堂的准备 老大 张团长 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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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秦真的和那个英国神父有染吗 不 我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除非寻补方拿出确凿的证据 否则我会通过日本国代办 向徽审公谢提出抗议 并要求他们公开道歉 以挽回暗本家族遭受的名誉损失 是 我儿子已经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 如果再证实小秦和别人油然 可让他怎么受得了啊 但是 现在毕竟还不能证实 这件事是真实的 假如真是这样 我也会跟你们母子共同面对 一起承担 主啊 救救我的儿子吧 明天我陪你去一趟教堂 为唐本做一下祈祷吧 你不是一直反对我信教吗 此一时彼一时慢 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也想从中得到一些安慰 小秦 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布鲁斯神父 我有个好消息 你愿意听听吗 上帝从来都愿意和人们分享好消息 那我告诉上帝 我怀疑了 这可真是人间的福音 上帝也会赐福于你 约翰逊先生 你来了 我在你身后站了几分钟了 想回家了 不 在还我清白之前 我不会想去任何地方 可是你恐怕必须得回英格兰去 而且要尽快秘密地离开 领事馆为你安排了游船的头等舱 不 不 我哪儿也不会去 我奉上帝旨意来到这里 除非是上帝召唤我 我不会去任何地方 可是你难道希望在中国制造一桩令上帝难堪的丑闻吗 不 我的灵魂是圣洁的 我不会给上帝带来任何的麻烦 可是你没有意识到吗 你已经给大英帝国带来了麻烦 如果我确实给国家带来了麻烦 那我就更应该勇于承担 我绝对不会逃避 请你转告领事先生 我感谢领事馆为我做出的安排 但我对上帝发誓 我绝对不会逃离 已经将上帝的福音 传递于私的这片土地 我跟你说句实话 如果你拒绝领事馆的好意 那么你必须要承担起这件事 所带来的全部责任 我完全明白你说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告诉我 你究竟把凶器藏在哪儿了 这我就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我看过他们的调查笔录 所有的线索都汇聚在你的身上 真相不言而喻 我是为了指示试探 现一部恶化才希望 你把凶器交给我 否则的话 就算上帝也救不了你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荣辱 还关系到大英帝国的诚信和荣誉 你听明白了没有 不 我现在更糊涂了 你 天哪麻烦已经当门了 老同学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今天不会是为了来和我 握手言欢的吧 拒绝握手 好像有失英国绅士的风度 非常抱歉 请坐 要是你今天想来 带走布鲁斯神父的话 那我劝你还是免开遵口 英国领事馆代表英国政府 再次行政 绝不容许任何人 来诋毁一位英国神父的名誉 看来老同学当了外交官之后 喜欢用自己的推测 给别人下结论的毛病 还是没有改变 中国有一句话 就是以己之心夺人之父 这样做很容易误会别人 也便宜不了自己 难道是我猜错了你今天的来意 这一次来 是想为老同学解忧的 怎么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一句中国的谚语叫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枪 虽然我们没有宣布 怀疑布鲁斯涉嫌谋杀 但是那些靠绯闻 验情生存的小报记者 一定会闻到味道 你想想 如果一个英国神父 涉嫌谋杀情人的绯闻 暴露出来的话 我想除了上海滩 甚至整个中国 都会引起巨大的轰盗 我想当然不是 领事先生和贵国的政府 想看见的结果吗 不 绝不能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啊 我这次来 是想提供一个办法 让你们控制这个局面 那你有什么主意 有多可行 我会才能 就是容许我们 进入布鲁斯神父的住所 象征性地搜查一次 你不知道布鲁斯的住所 在教堂里吗 那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绝不容许被玷污 但恰恰相反 我们进去 没有亵渎的意思 而且是为了维护 你们宗教的神圣和尊严 你想想 如果不尽快消除 记者对布鲁斯神父的怀疑 那些天游加速的文章 随时都会骂天飞扬 那时候才是真正 亵渎了你们的上帝 要是等到那时候再搜查 就会变得事倍功半 所谓谣言止于事实 只要你让我进入教堂 例行和公事 这样就可以向大家证明 布鲁斯的清白 而且整个局势也可以控制我们 可我要是同意了 这不引起什么后果 你想过没有 我当然有想不到 那个时候我会安排 全上海的新闻记者 到那边采访 我象征性的搜查 当然是没有收获 到那时候 我会跟他们宣布 我的搜查结果 成亲布鲁斯神父的清白 还有 我会公开道歉 这样这个事 就会慢慢地消失于无形之中 这样的结果也正是你们政府 和领事先生想看到的 我的灵魂是圣洁的 我不会给上帝带来任何的麻烦 可是你没有意识到吗 你已经给大英帝国带来了麻烦 如果我确实给国家带来了麻烦 那我就更加应该勇于承担 而绝对不会选择逃避 我跟你说句实话 如果你拒绝领事馆的好意 那么你必须要承担起这件事 所带来的全部责任 好 老同学不愿意 算了 老同学 准备什么时候搜查布鲁斯的住所 你是同意了 你那句话说得非常好 谣言止于事实 我也正希望用事实 来平定眼前的这场风波 那好 我的助手们可以随时出发 大魏先生 进来 马上让你的士兵全部车里教堂 好的 邦哥 你是用什么办法 让那个约翰逊同意搜查教堂的 老大 那还等什么呀 咱们从教堂里搜到证据再说吗 恐怕我们不会搜到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啊 我想 我低估了约翰逊 我认识的约翰逊 不会那么容易妥协的 他带英国兵 应该早就搜查过了 这一次 是故意让我去 做一次象征性的搜查 那我们还去搜吗 不去 不去谁给你收拾那烂摊子 不是 杨金邦 你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呢 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到教堂看看 那可是一道风景线 不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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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都是你找来的吗 我告诉你啊 你能搜出什么来还好 要是搜不出来 我肯定找你麻烦 我是个余晗逊说过 但是我没有找来记者好不好 那不是你招来的还能是我啊 到底是谁招来的 到底是谁招来的 答案在念笔 看来我这老徒刑 是陈珠在胸里 那我们到底进不进去搜啊 开工没有回头见 不是你要是搜不出什么东西来 我怎么向他们交代 怎么交代 如实报告 最多 跟布鲁斯神父 道个歉吧 走了 不是 杨基帮你站住 杨基帮你 别拍了别拍了 行了啊 收起来收起来 相机收起来啊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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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好推啊 别紧了别紧了 好推 相机收起来啊 收起来 走 先生我们走吧 不 我等着看好吸引哪 虽然 已经被人搜过了 但是既然进来 就别放过任何角落 老虹 老大 大厅交给你 明白 你们俩搜查布鲁斯的卧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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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大 恐怕真的是找不到什么了 尽力而为吧 我进去看看他们 你继续 明白 你吃药了吗 吃 什么药啊 我买药给你了 叫马皇拿给你的 他没给我呀 再说了你买的药 干吗让他给我呀 别以为买了药给你 就是关心你 我只是关心你的鼻子 闻不到线索而已 小松 有发现吗 真的被约寒逊搜得一干二净 但你还让我们 瞎折腾什么呀 那也要搜呀 顺其自然吧 那就别瞎折腾了 小松 搜吧 我有一个不妙的感觉 什么感觉 尽管我们之前的推论 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布鲁斯神父 会掉落一个那样的证物 在现场呢 什么逻辑啊 对啊 说不通啊 你是说这盛牌 是做案检验嫌疑人 故意拿现场的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 犯罪逻辑呢 就是没有这样的犯罪逻辑 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漏洞 为什么他那块盛牌 会掉落在 离他逃离路线那么远的地方 算了吧 别找了 我还得花时间 打翻那群记者 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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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收工 马六 再做一遍 打开 打开 好几个开场了 各位别挤啊 别挤别挤 好站好啊 大侦探 请问你们在嫌疑人的住所 找到什么了吗 大侦探 听说你们出了差错 冤枉了布鲁斯神父 请问你们是否要向神父 表示公开道歉 杨先生 您是上海民众心目中的 神探英雄 请问这次失手 会不会给您的侦探生涯 画上句号 两侦探 两侦探 您不带一下我们的认识吗 两侦探 民事们 先生们 刚才呢 杨金帮先生和他的助手 已经对所谓的 嫌疑人住所进行了搜查 而今天搜查的结果呢 将直接关系到 布鲁斯神父的清白 那么现在我们就请 杨金帮先生来宣布一下 搜查的结果 然后呢 再请他回答各位的提问 杨先生请吧 各位 各位 我们今天 在这个神圣的教堂里面 的确 找到了 一件有趣的证物 什么证物啊 杨真探 什么证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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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杨金帮先生 您到底找到什么证物了 是吧 都 都 都在写的 是吧 我们初步怀疑 这就是本案的凶器 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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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杀人凶手啊 真的是杀人凶手啊 他怎么会是杀人凶手啊 真是杀人凶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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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写上 真是杀人凶手啊 你显然不是来和我共进午餐的 说吧 事情坏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在布洛斯的住所 找到了那把凶器 怎么会这样 是 有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出来了 怎样 刀柄上的血迹和赵晓晴的血型完全相符 太好了 老大 大功告成了 咱们这回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不是 老大你听这话不光信不兴奋吗 昨天晚上 我一夜没睡 脑子里全是晓芹 晓芹是个好妻子 也是我的好媳妇 我不相信她会做出 对不起丈夫的事 我更不相信布鲁斯神父 会杀害晓芹 我相信 寻补房会查明真相的 关晓芹一个清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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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今天的所有报纸上都登着 寻补房雇佣的侦探 找到了杀害邵夫人的凶器 什么地方找到的 报上说凶器藏在 维克多尔大教堂的 一家钢琴里面 这不就证实了 布鲁斯是杀人凶手吗 少爷 领事大人 这个布鲁斯 简直是太可恶了 我带人搜查了教堂的 每一个角落 我还让他把凶器交给我 可是 可是他拒不承认 没想到他会把凶器藏在钢琴里 我真是不理解 领事官明明是在帮他 他为什么还执迷不悟 因为按天主教教义 他通缺谋杀是死罪 即便我们帮他逃脱了宫中的眼睛 那么他回到伦敦 也无法逃脱 教会的严厉的制裁 这一点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拒不承认 可是现在由于他的愚蠢 已经是大英帝国面临一场难以摆脱的危机 可我们必须摆脱 别无选择 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 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吗 您的意思是丢足宝区 还是其他的什么意思 不不不 我说的是另一个成语 断尾求生 断尾求生 这句成语的意思是 有一种叫壁虎的小动物 当他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会断掉自己的尾巴而求生 而布鲁斯现在就是 粘在我们身上的一条丑陋的尾巴 我明白了 请放心 我不会再让这条尾巴 丑化了大英帝国的形象 布鲁斯 请跟我们走吧 我可以回教堂了吗 不 你恐怕再也回不到教堂了 我们请就见律师大人 谭鲁斯 出来说几句话吧 我们要见律师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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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海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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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回答我们有问题好吗 许师大人 请问我们几个问题吧 我们要见律师大人 律师大人 律师大人 大家要见律师大人 律师大人 走步 许师大人 都请问 律师大人 女士大人 女士们 先生们 我可以代表领事先生 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 请问吧 袁海鲁先生 既然从教堂里找到 虹口谋杀案的凶器 证明布鲁斯就是本案的凶手 对此领事馆有什么看法 在劝逃的证据面前 领事馆还会将凶手藏 内在使馆吗 约翰逊先生 既然你能代表领事 就请您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是啊 正面回答 我们要回答 别急 我马上回答你们的问题 先生 回答一下 本人受领事大人全权委托 向诸位发布本领事馆 对此事的官方声明 事实上 当寻补房传讯布鲁斯的同时 领事馆就高度重视 为了不让嫌疑人发生意外 我们才将布鲁斯带回领事馆 监视居住并且询问案情 经过对布鲁斯的询问 和杨金帮在嫌疑人住所 找到的凶器 我们也对布鲁斯的谋杀事实 予以确认 并且对这种惨绝人寰的罪行 我们英国领事馆 绝不包庇纵容 决定立即将凶手布鲁斯 移交给惠审公谢 并以大英帝国的名义 敦促惠审公谢 从重从快地审礼此案 以今早消除布鲁斯 对我们大英帝国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相信布鲁斯 一定会为自己 所犯下的罪恶付出代价 把人带出来 布鲁斯是不出来的 布鲁斯先生我们在哪 先生 布鲁斯先生 布鲁斯先生 我真的不让我过来 宣布 你不怕你好吗 你不怕你好吗 宣布鲁斯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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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穿上 干吗 病了 没事 可能是着凉了 管我穿衣服 不管自己啊 那个我差点忘了 这个是我跟老大在回来的路上 他让我交给你的 听说这种伤风感冒特别管用 你赶紧吃吧 这真是他给我买的 他肯定了 你瞧 这上面全写的是杨吻 那我五二六 也不可能给你买这种西药 是不是 那你吃南 Patrick的股票 我来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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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你喝的 我来喝的 你却很怕 但是你会去尝损 你得喝的 你帮我来喝的 我来喝的 我来喝的 你把你喝的 披上吧 别我感冒好了 你在感冒了 好了吗 你的药还算管用 那好 钱没白换 不过我没想到 你会为我买药 你一向只有受别人照顾的份 你很开心是吧 别以为男人偶尔一次细心 就会改变比性 我从来没想过 要你改变什么呀 英国领事官 现在就催着会审公谢 择日开庭审理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 还有很多谜团还没解开 和你当初一样 我总觉得 布鲁斯神父 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恶魔 甚至 我怕他会像我好兄弟苏默一样 成了凶手的替罪羊 但是我又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 叫他们取消三天之后的听审 邦哥 你也不要太为此事纠结了 我们只是提供客观的事实和物证 布鲁斯神父是否背叛有罪 不是还有法官的吗 再说了 现在会审公谢决定三天后开审 那我们现在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是改变不了 但是我们的疏漏会导致误判 这是我一辈子都承受不了的事 我知道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但完美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缺陷 因为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完美的事物存在 我们不是有句古话吗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这是一句最有智慧的哲理 好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听我的 赶快回去睡觉 好好准备证词 三天后还要上法庭呢 少爷知道你这两天要回来 就给我们下了一道严令 什么严令啊 实在对不住 我们少爷的严令 就是不能放你进门 你爸一直保持沉默 今晚 我们阳路两家 事交情依何在 你爸这样做 跟同谋错案有什么分别 我跟你说过 我们两家人 做不了亲人 就做仇人 而做仇人 是你爸的选择 我做仇人 我做仇人 是你们还要 你们自己帮着 你不要惹 这情人 我去迷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你一个人字able 你一个人字able 我还不想能不能 你一个人在乡 这些什么手心 对 exist 文费 你一个人贸易 你一个人贸易 你去一个时比 找到了到所 caught 患ора 证据 有什么发现 当初我们判断 这画上的小男孩 是赵小芹 故意画成蓝眼睛 来向布鲁斯暗示 他就是孩子的父亲 并以此来推断 布鲁斯是为了掩盖 这一丑闻 而产生的谋杀动机 对吗 对 这个推断太正确了 但如果 这画中的蓝眼睛 并不是赵小芹的原作 那这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 有人误导我们的视线 还意味着 有人栽赃布鲁斯 还有 就是凶手另有欺人 你是说有人用雷魔的画 把赵小芹的画给换了 不不 画还是原来的画 但是眼睛的位置 明显是被涂改过的 这要是 真如你所说 我作为一画画的 甘白下风 完全没看出 哪被涂改过啊 你没看出来 但是我闻出来了 小男孩眼睛位置上的涂料 远比其他地方 要浓重很多 明显是最近才添加上去的 燕儿 我相信你的嗅觉 但是在法庭上 我们需要的是实证 我明白 我这就给你做一个实验 阿六 好 真是 Porque你不是什么啊 我还是要你以为你做一个实验 我从什么而言的 对 我说 我叫你真的 你们就换了 那个实验 啊 我还不想 原来是黑的 燕儿 你怎么做到的 太神奇了 你太伟大了 我现在就去找约翰逊 叫他让婚审姑娘 暂还生吧 等等 今天可是周末 据我所知 英国领事馆每周末 都会举办舞会 你那些行头 估计连门都进不了 那是谁 交给我了 我好想让你整个 造成这样的新鲜 我现在是康凯先生 我真的好累啊 我好久不见了 我早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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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我早就不见了 看来要你出发了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把他找出来 下来 早就下来 好 请 不如我们去喝两杯吧 好 好 您好 喝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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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一跳就下来 记得 谢谢 再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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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您好 真好 您好 谢谢 您好 谢谢 是约翰逊先生吧 是我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不是看出来的 我是闻出来的 很少有男士 有您这种品牌的相守 一看就知道 您是个有品味的人 那么 能告诉你的方名吗 约翰逊先生 冒昧打扰您 我是大侦探 杨金邦的一个助手 他有重要的案情 要向您报告 他就在那边等你 好 你说什么 你一定要相信 我找到了真实的证据证明 这个案子 是有杀人嫁祸的情节 你听到这个应该挺开心吧 这样就可以证明 布鲁斯神父是清白的 所以我连夜赶过来 就是想告诉你这个 其实这个案子 还有一些遗团是解不开的 就好像 布鲁斯神父的圣牌 为什么会掉在一个 不应该掉的地方 现在一切都可以解释 所以 不可能 你说什么 跟我来